美日印澳安全对话 首次全由国家元首出席 外界分析保守派有望夺回国会 调查显示佩洛西最不受全美欢迎 FBI被曝光雇佣引君子 欲构陷川普及其身边人 议员提出法案 世卫是中共傀儡 需断其资金来源 口罩门重伤默肯 民调大跌恐殃及大选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计划举行视讯峰会 很快就会召开 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 印度总理莫迪 以及澳洲总理莫里森都将参加 这将是四国领导人首次共同出席 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指出 今年的四方安全对话的日期 可能落在本周五或周六 美国媒体报道 与过去不同的是 四国元首首次共同出席 并且四个国家在近期 都与中共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并指出 拜登可能主持召开这场四国首脑视讯会议 消息人士向该媒体透露 四国希望合力向各国分发COVID-19疫苗 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行动 四方安全对话是四国间的非正式战略论坛 有亚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称 成员国定期举行峰会并交流资讯 在2007年成立之初 四方会谈就被视为对中共全球霸权的一种制衡 不过这个概念很快就被淡化了 直到2017年 川普总统对北京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 该组织制衡中共的角色又再次被凸显 如今 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逐渐增加 麦记猜测该组织的重要性 可能进一步得到强化 澳洲总理莫里森在3月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预告了近期内将举办这场峰会 虽然四方会谈并非正式的军事联盟 但在过去一年来 四国间的军事合作 通过各国的双边协议和联合军事演习 正不断加强 美国共和党正在寻求2022年 夺取众议院多数席位 据布莱特巴特新闻网8号报道 众议院共和党国会委员会 进行的一份内部调查显示 由于在选票分裂地区的优势 共和党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 占据众院多数席位 这个调查同时也显示 众院议长佩洛西是全美最不受欢迎的民选官员 几乎在每一个关键分支群体中 都呈现出巨大不受欢迎程度 这被认为对共和党夺回众院多数席位 是个有利形式 调查显示 52%的人认为 80岁的佩洛西不受欢迎 其中包括45%的人认为 佩洛西非常不受欢迎 赞成她的有41% 而在共和党占有优势的分票区 佩洛西不受欢迎程度更大 支持率仅38% 不支持率为58% 其中51%的人认为 她非常不受欢迎 调查发现 佩洛西在民主党基础之外的 几乎所有关键的分支群体中 都不受欢迎 包括独立人士 郊区妇女 白人大学毕业生 西班牙裔 甚至工会家庭 这项调查是在2021年2月24日到28日进行的 涉及85个国会选区的1000名选民 在调查报告发布之际 佩洛西正在进行她的计划 把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 变成一个民主党优先事项的工厂 仅在过去几周 众议院就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提案 该提案更多的是关于政治分赃和民主党的宠爱的项目 而不是公共健康等大众利益 披露FBI文件的福克斯新闻的撰稿人 约翰·索罗门日前撰稿披露 FBI文件证实 FBI利用引君子试图陷害和扳倒川普总统 以及与川普有关系的人 索罗门在保守派书屋报道 2月下旬围绕着FBI在2016年雇佣间谍 负责陷害和诋毁川普团队成员的事情 有一份FBI的文件被公布了 文件概述了吸毒者哈勃如何被FBI征兆 参与FBI在2016年针对川普总统竞选活动的监控 哈勃同意成为FBI的秘密线人或间谍 记录了自己和川普竞选团队几名成员的接触 以便构陷川普和俄罗斯勾结 文件披露 尽管秘密录音显示 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 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 不知道任何俄罗斯与竞选活动 或竞选活动内部人员的联系 后来佩奇也明确谴责构陷的企图 但FBI仍然继续对她发出外国谍报监视令 并且从未告知法庭有录音可以让佩奇免责 所罗门在《这就是新闻》上发布了这36页的FBI文件 文件显示 FBI指示哈勃 在2016年8月不要先关注帕普多普洛斯 而是重点关注佩奇 而帕普多普洛斯是川普2016年总统竞选的外交政策顾问团的前成员 也遭到构陷 在联邦监狱服刑14天 2019年3月 帕普多普洛斯出版了书籍 名为《深层政府的目标》 我是如何被卷入扳倒川普总统阴谋的十字路口的 去年12月 她被川普赦免 2016年8月24日的报告称 尹君子哈勃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让佩奇承认 他直接了解并正在帮助协调或协助俄罗斯联邦与川普团队开展积极措施的活动 该报告详细介绍了FBI与哈勃在那一周的互动 The Gateway Pondi的认为 这一切都显示了FBI在给川普下套 本来不存在犯罪 却人为制造犯罪 还用犯罪分子来陷害无辜的人 却忽视真正的罪行 比如在2020年大选中那些勾当 这就是今天的FBI 美国司法已经崩溃了 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全球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被指责帮助中共掩盖疫情 美国国会议员维尔恩·布侃南3月8日宣布 他与几位议员共同发起一项立法 在世卫做出六大改变之前 美国将冻结对其财产支持 布侃南称世卫为中国的傀儡 他指出 世卫荒谬地赞扬中共对病毒疫情透明的承诺 且处理得很好 事实正好相反 中共隐瞒疫情已被充分证明 布侃南发推文表示 数亿纳税人的资金 不应自由流向帮助中国政府 掩盖冠状病毒起源和传播的组织 这项立法将暂停援助 直到该组织证明它 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止 一直以来 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捐助国 在2019财年 美国为世卫捐款超过4.15亿美元 约占该组织年度预算的20% 美国每年缴纳的分摊会费 或被要求的缴款 几乎是中国的两倍 布侃南等议员提出的法案名为 世卫需要担责法案 法案显明 在美国总统证明世卫组织 达到以下6个要求前 不得资助世卫 第一 没有参与中国政府对COVID-19回应的掩盖 二 通过改革 以确保向最需要的人提供人道援助 三 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或重大恶行影响 四 制定程序以消除浪费 欺诈和滥用 五 授予台湾观察员地位 六 确保没有资金转移到伊朗 朝鲜或叙利亚 不肯南在声明中写道 川普政府退出世卫组织后 拜登当局恢复对其援助是错误的 拜登绝对不应该恢复我们的会员资格 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 而世界卫生组织选择推销中国的谎言 以及对公共卫生的欺骗将失去所有信誉 我们需要让世界卫生组织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因为这些行为搭上了无数美国人的生命 另外 不肯南是国会中首批要求川普总统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并呼吁限制来自中国航班的议员之一 2017年 不肯南提议国会应设立一个大流行病应对基金 以打击致命的传染病 德国之声报道 8日 德国联邦议员金明盟议员吕贝尔因陷入口罩采购丑闻 而宣布终结自己的政治生涯 世纪基社盟议员努斯莱之后 因受到腐败调查而宣布辞职的第二位默克尔旗下的政治人物 3月5日 吕贝尔承认协助一家供货商和两家私营公司之间达成口罩采购合同 吕贝尔的公司在这些采购交易中总共获取约25万欧元的佣金 事件曝光后 努斯莱宣布辞去欧盟党党团副主席的职务 退出该党团并立即生效 同时他宣布不会在今年9月的选举中寻求连任 不过他希望自己在联邦医院的职务能保留到选举期结束 目前慕尼黑检察院正在对其展开调查 由于案件复杂又涉及外国 预计检察院的调查至少要持续数周 努莱斯还涉嫌洗钱 开具假发票 以掩盖可能的贿赂行为 而上述两人为立即辞去联邦医院职务的做法 也遭到政府内部的抨击 德国将于今年9月举行每4年一次的联邦医院选举 而目前在物流因素和官僚作风相较影响下 德国民众对政府的危机处理越来越没信心 7日根据德国图片社委托民调机构凯度进行的民调显示 默克尔所在的金民盟和其姐妹党基社盟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的反应正在败掉越来越多民众的好感度 仅获得32%的支持率 跌至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 甚至比2017年上一次联邦大选 32.9%支持率的表现还要糟糕 与德国联盟党联合执政的德国社民党支持率为16% 而绿党 选择党和自民党的支持率均比两周前增长了一个百分点 外界认为民调下跌或央集以默克尔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大选中的选情 包括对今年任期结束后将退出政坛的默克尔来说都不是一个急兆 感谢您观看期望之声TV 我是听方 节目由辛培 伊森 关琪制作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 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